大家好,大家好,來到今天我們繼續昨天的話題 昨天我們在談郵局,即是你去寄信,明信片,郵費,郵運方法等等 怎樣說的日文,我們今天就說所有的,譬如說一下你寄過一類是什麼種類的東西 或者你要寄去哪裡,要寄錢等等,是怎樣說的呢? 我們就在今天分享吧! 第一個,如果你想寄一些新鮮的東西去送給你的朋友 那你就可以跟他說,這個是生物 你的意思就是新鮮食品的意思 如果你要寄一些二歲的物品,你就可以跟他說是 第三,如果你想寄一些平裝的物品,譬如最近不是很流行的 或者是透明奶茶,透明檸檬茶的 那你想見一支一支的平裝,你就可以跟他說 這個是pilu,pilu的物品 第四個,如果你過去買了很多日文書 可能是漫畫,或者是寫張雜 那就是一些書類的物品 書類的日文我們會讀作 最後一個,如果你是在那間公司 你可能會印一些poster,或者搭發傳單 或者一些貴行,我們會叫做印刷品 印刷品的日文我們讀作 印刷品 印刷品 那你去到柔哥,如果你寄完之後 你對他很不安心 就是你覺得會不會有多失格 你想幫他買一份保險的話 是有的 那我們日文的讀法會叫做 Hokkenzuki Hokkenzuki 那你除了買保險之後 你或者想繼續追查一下那件物品 究竟運到去哪裡 就好像你在淘寶買完東西 之後你可以追查它 喔,發了貨啦 在運送中 blahblah 去到貨 然後到貨等等 這個追蹤服務呢 我們在日文會叫做 Juiseki service Juiseki service 好,來到今天最後呢 我們講兩句的句型 就是大家可以問一下他 究竟要記到香港是多少錢 以及記到香港是多少日的 他的回話很簡單 首先我們講香港 香港就是 Hongkong Hongkong 然後加 Made Made就是到 所以 Hongkong made Ikura desu ka? Hongkong made Ikura desu ka? Ikura desu ka? 就是送到去香港是多少錢的 那如果你想問他 是需要多少日 花費多少日 你就可以問 Hongkong made どのくらいかかりますか? Hongkong made どのくらいかかりますか? 大家可以留意到 之前 如果你有看日常編的話 這個 Ikura 和 ドロークライン かかります 都已經學過了 所以 大家只要多看日常編 就可以去旅行的時候 可以用到很多不同的回話 去購物 去寄物 等等 是很有用的 記得去旅行的日文 絕對絕對不需要太複雜的 所以大家 你和我都可以用到日文的 我們今天就分享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不同的單字 也有機會用到 因為我想去郵局的東西 是越來越多香港人會做的 可能大家去過的時候 都實在買太多東西 然後又搭一個廉航 就沒有買太早的行李 去寄也挺方便 而且也挺安全的 也不用搬去機場很重 然後又去機場搬回家 那麼辛苦 所以如果有機會 大家就去日本用到的 油精服務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和訂閱 另外記得訂閱我的IG和Facebook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再見 拜拜 拜拜 書類的日文我們會讀 讀做 會讀做 打電視 我們下次見 如果我看看 我們下個星期的小朋友 也可以拍照 我們下個星期 éo